他说今年67岁了他 然后今年报税呢 需要补税7000多块 那他本人的会计师呢 建议可以在保险公司 做一个ERA 那这个会计师呢 建议等以后退休 完全退休 完全不工作的时候 可以慢慢地将这个钱领出来 作为生活费 那这样就可以不必交税了 想了解一下 以前的这个ERA 都是在银行买的 那会计师建议在保险公司买 想问一下这个保险公司买ERA 是否真的安全 那可否保证本金的安全 银行买的和保险公司买的 这个ERA哪个更好 好 那这回 这问题我问得挺好的 那第一个 他说要补7000多块 我不知道他这个是 完全是联邦的税 还是州的税 或者是两个加点7000 我假设他7000块 是联邦和加州的税的话 然后他是 我假设他是单身 然后他的 他的赚取收入大概是5万5左右 他假设当年这个 因为他是超过50岁 是67岁 对 当时放进7000块的ERA 那他的税可以当年就省掉1267块 那他至于钱是否投在保险公司 或是银行比较安全的话 因为只要是投资的话 就一定有这个危险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保证本金的安全 因为他需要看他实际投资是什么东西 在ERA常见的低风险的投资 包括CD 国库券 美国储蓄债券 货币 市场基金 那高风险的投资呢 包括共同基金 交易所 交易基金 ETF 或者股票 或者债券 当然你这个高风险 当然是 也会高回报 对 低风险的话 就低回报 那一般的话 他假如说 他去看这个话 他要看他的年龄 他假如已经退休的话 那他通常会希望投资理念会更加保守一些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忍受这个投资相应的市场的低迷 那相比之下 他假如还有几十年的时间才需要动用退休资产的话 他可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怎么样的投资可以产生最佳的回报 所以这个就是因人而有意 没有具体的一个投资建议 好 那他说保险公司买ERA是有这个说法吗 保险公司 除非保险公司愿意签所有的本金都是guaranteed 那他才有可能这个 保险你本金安全 guaranteed 对 一般的话 假如说是guaranteed的金额都非常少 假如有的话 OK 那他有问到最后一个问题 银行和保险公司 那如果两个都是正规的 他问起来哪个ERA更好 因为这并不是因为是在哪里买 而是他买的内容是什么 是的 好 那谢谢我们的理会计师要给我们解答得很好 所以这个 那像我自己加一个问题 那他67岁了 我之前也了解过这个ERA 好像ERA你放进 像我们年轻人放进去 到65岁就可以取了 对不对 那他如果67岁放 也就是说他随时都可以取了 对随时都可以取 而且他72岁半是必须取 所以当时直接可以帮他省1200块的税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不对 对 当时可以直接省税 不过坏处 当然你取出来 假如超过你的那个标准扣除了的话 你还是需要缴税金 除非你取 低于你的标准扣除了 很有可能他不需要缴税金 OK 但倒不是说像我们年轻人 让我今天放6500块进去 我要等到65岁才能取 所以周期就比较长 他就其实取的时间会比较近一点 对不对 嗯 好的 那最近呢是我们最热门的报税季节了 我觉得我们做了那么多的节目 大家都问到了各种奇奇怪怪 报税的问题 很多人就是交了学费 很多人也是 就是税没报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作为栏目组呢 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找一个特别靠谱的会计师 那本栏目呢 特别推荐我们的李豪会计事务所 那我们电话就在这边了 再次感谢我们的李会计师 谢谢您 好 谢谢主持人 嗯 辛苦了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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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